当看到翘江南老员工进直播间刷礼物 一夜之间输掉31亿的张岚 终于忍不住崩溃大哭 要知道身为女强人的张岚 是很少在镜头面前失态的 所以我想张岚这一哭 不仅是因为经历了十几年来的辛酸历程 更多的是对老员工的心存感激 从翘江南落入他人之手 到现在的东山再起 张岚身边的心腹一大部分 依旧是20年前的老员工 而让员工能几十年如一日的跟着他 说明张岚并非是一个只会画大饼的老板 当你不欠银行的 不欠员工的 不欠公众商的 谁子都不欠的 压力大的时候 你申请破产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人品在 德行在 责任在 任何事情自己扛起来 破产没关系 张岚在镜头前的这些肺腑之言 是他把翘江南拱手 让人整整十年后 给粉丝们的一些忠告 当时有一位网友 在向张岚请教关于破产的问题 而张岚便直接发了一条视频回答 在张岚心里 破产是可以理解的 但前提是要做到问心无愧 做到不亏欠每一个牵扯其中的人 由此可见 张岚就是良心企业家的代名词 这也难怪在张岚沦为带货网红后 还有人愿意站出为张岚堂大旗 当时在张岚破产时 不仅主动联系供应商节清账单 还将每一位员工的工资落实到位 甚至还亲自为每个客户退还金额 但这还只是张岚胡落平洋后的表现 在张岚还在位时 哪怕已经登上了福布斯名人榜 可他却依旧选择了坚守在第一战线上 只要翘江南每开一家 张岚都会直接卷铺干 跟员工一起吃住 并且店里修建的每一个环节 张岚都是亲自审核 甚至就连店铺装修的竹子 张岚也是亲自跑到四川进行挑选 所以如今已经有65岁的他 还能东山再起也就不觉得难怪了 并且在当大S内涵张岚只是一个卖酸辣粉时 自然也就被众人群而攻之 不过可惜的是 哪怕如今张岚再怎么对家人好 也始终愧对于那个男人 如果当年张岚身边的那个男人 没有为了50万众16岛 那么这个年过半百的女人 也不至于每到大年30就会大哭一场 时间还要追溯到1999年 那时的张岚凭借着2万美金 在餐饮行业中混得风生水起 仅仅一年的营业额就高达50万 可正所谓数大招风 就在这一年的6月 张岚的亲弟弟遇害离世 那是在一个夜晚 张岚餐厅已经打烊 可张岚的弟弟却被人盯上了 最终连受16刀不幸离世 而带到张岚赶到医院时 弟弟的身体已经没有了温度 其实 那天晚上凶手的目标本是张岚 但凑巧的是 张岚刚好在一国和自己的儿子团聚 于是就这样逃过一劫 可张岚的弟弟却成为了替罪羊 事实上 直到弟弟失去了生命 张岚才意识到自己周边的敌人有多可怕 可就在大家以为 张岚会带着家人离开那个是非之地时 没想到他却并没有选择狗活 而是变卖所有家产 找出真凶为弟弟报仇 半年后 凶手被缉拿归案 张岚也算是真正的给弟弟了一个交代 之后虽然张岚凭借着翘江南 容上福布斯名人榜 但却永远弥补不了他对弟弟的那份愧疚 可令人气愤的是 身为一个女人的张岚经历这么多是非 作为儿子的汪小飞却对此无动于衷 反而还在短短十年里就败光了二十亿 甚至还在张岚为他讨回公道时 他却表示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外人插手 这无疑是害得母亲两边都不讨喜 张岚的亲生父亲原本是一名教授 但因为一次错误的行为 被抓进了小飞屋 而父亲为了不连累亲女 便主动离了婚 之后在张岚五岁时 母亲结识了继父 但继父这个人对他人要求非常高 于是在张岚很小的时候 就懂得了做饭洗衣 虽然现在看来 张岚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继父的严苛教育 但多少也是给张岚的童年 留下了很大的